来看救援的惊险场景 清台原规夹带强风豪雨 让新竹尖石箱太冈温泉野溪暴涨 有六位来自桃园还有高雄 两组露营的游客在西边夜宿 被困在了川崎的野溪 有人是强行渡河卡在了沙洲 情况非常危急 好在消防队运用了抛神枪还有高索 是成功的把六个人平安的救回岸上 团急溪流中有民众受困沙洲 岌岌可危暴涨溪水 随时可能把人冲走 消防队立刻投掷抛神枪进行救援行动 这一位民众是最危险的 所以我们就使用抛神枪 还有一些绳索勾环 先让他穿上救生衣之后 再利用绳索勾环 再强行把他带到我们的岸边来 虽然讲是清台 虽然只有发布海上警报 但是因为事前很多的这些乡亲朋友 都到我们监石乡里面去游玩 那这件事情让我们觉得 然后我们必须在海上台风警报发布的时候 我们对于这个路山去露营爬山的人 我们就必须要事前来劝导 以免发生意外 清台原规夹带强风豪雨 监石泰岗温泉野溪暴涨发生民众受困沙洲 原来桃园高雄六名游客 两组人不约而同都选在沙洲露营 清城发现原本不到膝盖身的溪水 突然暴涨超过成人高度 其中三人困在野溪对面一百公尺长沙洲 另三人卡在左侧靠山壁岸边 因水势又急又大增加救援难度 消防队以抛神枪先救出强行渡溪的黄系男子 再以高所营救山壁三人 最后剩两人躲避山壁 漏夜持续救援 最后六人全部顺利偷困 当我们救出之后 这些受困人员几乎都是有惊吓的情形 那少数是有一点小擦伤 在救援的时候有一些小擦伤 那基本上生命真相都非常稳定 那他们有送医吗 没有都是由自行回家 或者是由家属带回 滚滚溪水猛烈上涨 这次动员包含山搜等救难人员 共7车26人 幸好18小时内消防队不辱使命 顺利救回6人平安上岸